就是在伯卡拉生活了几天 包括加德满都没这么热的 就到了这个兰拼尼这边 哇真的是 就必须把这个防晒做足了 感觉冷温度一下都上升了十几度 我们一人拿了一瓶水冰的 你看防晒做的都非常足 现在走路呢 先去看一下佛祖的这个戴森地 这个景区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大景区 有很多个门 我们就从这进去 要是不穿防晒服 真的要是一天就晒漆黑了 你还穿着短裤 你真的是个人才 这不会就是菩提吧 没有它这边有些树上有这种果子 我们刚刚捡了两个果子 先拨开看是不是金康菩提 人家准备发财了你准备吃的 是不是金康菩提吗 是不是金康菩提 来来来打开一看 来来来来 如果说是的话 那我们就去捡几个 然后穿一串 是不是挺有意义的 佛祖诞生地 是吧 你掰开来 不是吗 这是果子 一像又不像 应该是没长阴 应该是没长阴还是怎么回事 我就很想捡 看他们捡到有那种果子的 这个肯定啥也没有 哇 一捶把它捶碎了 你的菩提都没了 这不是菩提 这也不是 就是有 野果子 我填一下 我捏成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看应该也没堵 猴子都吃这个 我们现在到了摩耶夫人寺这边 看这边有个简介 他说这个佛祖是出生在公元前六二三年 这是官方的一个数据 这个位置就是佛祖出生地 就是摩耶夫人寺在这 我们过会去 我们好像是从这儿进来的 看这样子 他这一排有很多个寺庙 这两天没事干慢慢溜达 这个长方形 摩耶夫人寺 看到了吗 就往那边走 参观这个寺庙还有一点小规矩 就是不可以飞无人机 也不可以穿鞋 相机还要买票 这边有个牌子写着大概在公元六三六年 就是西天取经的唐僧 玄奘法师 也来到了这里 这里还不可以拍tiktok抖音什么的 就不要乱弄 然后这个价格 尼泊尔人印度人非常便宜 这么20块64块都忽略不计 就是还有什么缅甸人什么的 斯里兰卡人可能过来300块钱 也不是很贵 其他的国家的人 你看就600块钱 这都不算贵 都很便宜 主要原因就是如果说你想拍照片 你看这个照相机的钱 你看我们老外都是3美元 我这个摄像机 他居然可能要我25美元 买票还在这个旁边的一个蓝皮房子里边 好了好了 这是多少 1200是吧 OK 3人 就我们三个人进去 刚好吧 其他人就一起 OK OK Hello brother How about the video ticket video video Yeah Really really 25 US dollar Yeah 25 US dollar Oh have discount No discount No discoun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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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拍摄票了 他就拍了一个工作人员 他就拍了一个工作人员 他们就没有那个video票了 多少钱 就是他们把一些电子设病什么的 我们还把鞋子存了 鞋子放这里 鞋子 我们鞋子 we can put the shoes here my friend ok 这不行 拖鞋 拖鞋 游客感觉不是很多 你看我这个脚 走走走 这个出去烫不烫 他这有个专门的通道快快快 这个好烫好烫 这还有点麻袋 就这边捡个票 要过一下安检 这算是检票了 估计很少有人花这么大价钱 25美元 再加600 交了钱就是不一样 谁敢拦着我拍摄 这可是世界文化遗产 既然带了相机进来嘛 那就多拍点了 他们在这干活 应该算是给佛祖打工 就这里 Maya David Temple 不要拍摄 除非有票 Maya David Maya David 25美金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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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又在查我的票 来个全景吧 后比 他说里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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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second OK One second 你们让让开 这里的就是佛祖诞生地 哎呀 只能这样子 他 Just one second And put N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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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go outside Photography No I said I standing outside Yeah And Take me to insid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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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祖的出生地啊 那里边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地基吧 只能算是一个传言断壁一个地基 然后当然也不能拍摄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搞笑 就是我问的时候 我说那里边都会拍摄 说可以 但是到这边又不可以 哇这个真的是 哎 其实在外边啊 手机拿进来也就很多人也就随便拍了 我就相当于是花了200多块钱 干了30块钱的事 他这边啊 哦好烫啊 那就是还有一些 要算是以前一个可能是古老寺庙遗址吧 什么的 哇这个这个太烫了吧 这个 对降个温 你就到到地上我们采量下去先 太烫了 我已经躺上了 我已经躺上了 对啊 你看他们本国人或者是印度人过来 就买个最便宜的票了 就随便拍了 手机掏出来 手机掏出来 就包括这两位 哎呦 我这230块钱花的 秀一下 哈哈哈哈 我这230呢 哎呀 不不不拍照是3美元的 我们要 这个太夸张了 这个 哦 好痛好痛好痛 真的 夏天夏天到这边来啊 记得穿袜子啊 你看他穿袜子也好 这我们不穿袜子的 这个太烫了 这个 2600年前啊 佛祖释迦摩尼就出生在这儿 现在来看 现在这边就是一些寺庙的遗址了 红砖垒的 230块钱呢 我这个冤大肿啊 多拍点吧 来了来了 哎哎哎呀 哎哎哎呀 哎哎哎哎哎呀 这就是这个王坝池子 看看好多乌龟 我就在这儿 休息一会儿 坐一会儿 哎呀我手拿这么落票啊 确实是没有人拦着我呀 在外边随便拍啊 里边也不让啊 出家人不谈钱呢 谈元呢 两百三十元呢 好了 这个视频啊 就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因为这个佛祖创建佛教呢 是不是 传播圣果 尤其是我们国家 有很多这个佛教徒嘛 是不是 我确实是很想 还要在里边拍一下 但是 就是里边不让 所以说我就站在外边 这样子随便 随便算是 补了一点镜头吧 是不是 大家将就这看一下了 好了 就是大家如果说到这来参观的话 确实是 就带个手机进来就行了 就买一个普通的六百块钱的票就行了 哦 我知道好汤 我受不了了 这个位置怎么办 草地可以啊 草地没人过不去啊 冲吧冲吧冲吧 一二三 好了 就这样子了 哦 哦 好烫啊 好了 真的超级烫 这个地板有个五六十度的样子 走 拜拜 我们去换鞋了 哦 太烫了 刚烤好的猪蹄呢 现在过一个凉水 去一下这个浮沫 给锅猪蹄降个温 哦 真的超级烫 真的好疼啊 我 چ未及了 看这个桥 看这个桥 这个桥 hopeless 这个桥 谢谢大家